哈喽大家好 我是农民营养师 你要养生 现在正是花椒成熟的时候 你看农民都把花椒都摘完了 这里还剩下了几个没有摘 花椒在四川是四川人的最爱 但好多人只知道花椒的用途 却不知道花椒叶在生活中大有妙用 那花椒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到底有什么价值与用途了 别走开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花椒树在春天的时候 它会抽条发芽长出嫩枝叶 在春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摘取枝条尖端最细嫩的小段 把它的枝扎成之后拌在螺蜜里 用它来包种植 那是美味无比啊 不知道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吃过呢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花椒叶 会不会像花椒一样很麻 其实大家完全没必要担心 花椒叶并不麻 更多的是它的清香味更浓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香 可以说是香名不虚传 花椒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胡萝卜素多种维生素 对我们的健康养生有帮助 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菜来吃 可以煮汤汁 也可以用它来炒肉吃 还可以加点玉米粉 面粉 打两个鸡蛋 适量的盐拌一下 入油锅中炸一下 炸至金黄式捞出 滴两滴柠檬汁即可食用 别有一番风味 花椒叶在我们生活中 好多人不知道 它还可以用来煮水洗澡 我们在夏秋季 可以摘它的这种老叶子 摘去这种老叶子 适量放在锅中 加入足够的水 把它煮开后 等它降到合适的温度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来洗澡了 在夏天特别的好 夏天蚊子多 可以预防蚊虫经咬 在农村花椒叶 随属可见 你知道它还有哪些养生作用 可以把你的经验写在评论期 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关注评论点赞转发收藏 长按点赞由我将帮 具体的应用 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指导应用 我是农民营养 是鸟养生 大家可以关注我了解 更多的养生知识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